第17题,下列核种情况无法达到平衡状态 甲密闭容器内装拌满的水 以密闭容器内煤焊氧化酮发生反应 并开放容器内大理石与锡仁酸反应 丁密闭容器内水加入过量的硝酸甲形成饱和溶液 老师上课时强调过 我们可逆反应要达到平衡 必须是在一个定温的密闭环境下 所以我们的丙是开放容器 这是不会达到平衡状态的 所以丙是不会的 那么我们的乙是 铁和氧化酮发生反应 铁的活性大于铜 所以铁和氧化酮会产生铜和氧化酮 它不会有可逆反应 是铜加上氧化酮会变成铁加上氧化酮 所以这个不是个可逆反应 它的反应只有一个方向在进行 所以它也不会达到平衡状态 所以乙也不会 因此乙跟氧都不会达到平衡状态 第十七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种情况 无法达到平衡状态 我们答案选的是 B 乙 柄 B 乙 柄 B 乙 柄